福星里、田东路以及三角巷的路面破损问题 困扰地方民众许久 在经议长何胜丰向县长林明珍反应后 林县长在日前也前往实地会刊 并折成相关单位紧述规划工程 改善路况不良问题 对此福星里长林齐发 也感谢何议长与林县长对地方的关心 我们议会侯议长来这 拜托我们这些老大人 我们老大人就跟我们议长说 反应这条路是很败的 还有我们议长林县长也跟我们议长说 议长特别重视 就交代管长说这条路 其实真的坏坏 所以我们会请我们公务处养务科 和囤务科以最快的速度来发包施工 当时管长这条路都带来我们支持 让我们多年来没有再来管理问题 这次管长来把我们处理好 给我们整个众大家都非常感谢 我们管长的到三天 福星里田东路以及三角巷路面破损问题 能够得以解决 让民众能够安全的通行 县议员邮浩也感谢议长何胜峰 与县长林明珍对地方问题的重视 并期许道路秀散的工程能早日完成 在地的民众其实一直长期受这个道路的坎坷所苦 那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期许工程能紧速完成 让民众有安全的道路可以通行 记者卢宇凯竹三采访报导